消費券到手令人開心興奮 是毫無疑問 但有市民說用八達通拿消費券 就令他們出現一些疑問 跟上次發放的方式不同 這次第一期直接派發四千元 但八達通懸額上限只是三千元 所以市民一堆根本拿不足四千元 不過市民說 你一堆連三千元也拿不足 他不是說第一期是四千元嗎? 但我只拿到我原本都有餘額 但我拍下去才有二千四萬元 不知為何 本身八達通是儲三千元而已 我本身那裡用了一個 就變得二千多 二千七百多 第一次是四千 好像鄭興的經濟是四千元 但原來人們進不了四千元 全部都進三千元 為何不給三千呢? 三千元會大家好些 接著後面二千又不用爭 又不用解釋又能撞到 這樣就不錯 一次過付價就好些了 每人都想他這樣,是嗎? 有時買大件的東西 多些錢的 一次過付 你現在這樣就付不完 自己貼一點… 既然拿不足錢 他們又知不知道 怎樣才能拿完額? 因為下次也要撞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因為去處理也不要緊 他不想改變成四千元 全部都是三千元 打算儲存夠的魚鴨 試過撞到還是分幾次撞到? 分幾次撞到 為甚麼?不太麻煩嗎? 不太麻煩也沒辦法 原來八達通系統 會記下未取得魚鴨的款項 只要花了部分錢 有魚鴨就可以隨時拍卡領取 儲大雅才撞到,又可以 一有魚鴨就撞到,又可以 那又怎知道消費券 剩下多少錢還沒拿呢? 如果在便利店拿消費券 看看單單 就可以清楚知道未取得的魚鴨 如果在地鐵站的 補貼領取站 和八達通服務站領取的 螢幕都有清楚顯示的 至於第二期剩下的一千元 原來在指定日期之前 消費總額滿四千元 就可以在達標後 下個月16日拍卡拿到一千元 最快6月16日 就可以拿齊第一期的五千元 我們還可以透過手機應用程式 直接領取消費券 還可以查詢原雅